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今年是美债投资大年 国内债券走势会怎么样 特别是短期国债走势会怎么样 国内债券的走势 它跟全球不太一样 尤其跟美债不太一样 因为国内的债券市场 它主要是靠央行提供流动性 人为的去压低 尽量的压低收益率 但是其实中国的10年级国债 其实已经很难往下压了 现在其实已经上去了 在2.9%左右 所以说国内债券的走势 其实跟政策面更相关 主要看央行的态度 央行怎么去弄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国内债券市场的机会不是很大 因为它收益率 有这种被动走高的压力 不管是理财市场的赎回 银行间市场的这种 像同业存担利率的走高 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的走高 都会反过来拉动 国内10年级国债收益率的上行 当然央行它是永远当一个央妈的一个角色 一个救助者的角色 所以说尽量也会压低 不让利率上升的太快 否则对市场冲击太大 市场冲击已经在体现了 包括成头债的融资 12月债券市场的净融资为负 给大家都讲过 摄荣各个分项在熄火 最早的居民中长期贷款 然后后面是政府债券 然后到现在企业债券 都开始有点熄火的样子 蒙远老师 网上有大V说 为了让房产企业可以融资 这波A股一定会拉到一定高度 这种说法是否符合逻辑 这一波A股的拉升 我们不管它站在是全球股市的 一个大反的背景下也好 或者说是北向资金买买买 造成的也好 反正是说它确实是有一个 比较急速的拉升 我们看一下 其实北向资金确实比较反常 就开年以来主要就是它在买入 而且买得很凶猛 对吧 一反常态 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国家的力量 国家的意志在里面 确实希望股市能够走得高一点 提振居民的信心 提振这种财富效应 甚至强化这种股权融资 让IPO再多一点 然后房钱企业也能在里面融资 这样能把局面能够有所打开 其实很像什么时候 很像2015年当时的政策的取向 2015年全民创业 互联网加 然后发展金融市场等等 其实也是那么一个想法 就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然后激发经济的活力 激发这种创新 然后进行经济的转型 高质量的发展 而不是说再走老路 是吧 刺激房地产 但是最后很不幸 最后发生股灾了 然后又重启了老的步子 老的刺激房地产的老的步骤 没有办法 而且还搞得更凶猛 是吧 涨家去库存 还房价涨得更高 所以说一样的政策取向 2015年当时 其实就是希望刺激资本市场 让资本市场去拉动 中国的经济的高质量转型 那站在现在也是一样 如果股市能够涨得很高的话 对整个经济的转型 经济的复苏 信心的提振 都有很大的好处 是全方位的好处 所以说国家队也好 或者说是政策面也好 如果投入大量的资金 去把A股能够抬升得高一点 或者有一些人气 我觉得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站在整个国家的层面 融资 IPO可以更多 然后市场的信心更高 居民的财富效应更好 对吧 然后债务压力深重的房产企业 也可以来融资等等 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政策取向在里面 在结合北向资金 其实我也有一种怀疑了 或者一种猜测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 就在这一两年来特别的凶猛 现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已经降到只有8000多亿了 尤其是去年一年 减少了很多 这里面减持美债以后 取得了资金用来做什么 对吧 是不是它转化为一种 北向资金 就境外的这种北向资金进来以后 扶持了国内的股市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对照这个数据 然后结合去匹配去分析一下 请问国内债券未来走势如何 乘头债风险如何 国内债券走势刚才讲的 就是债券市场 受这层面的影响也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它债券市场 总体的机会不大 因为收益率很难压低 乘头债的风险 是2023年的一个重大风险 重要风险 2023年一定要小心 乘头债的风险 因为在2022年 这个房地产的大幅下行 给财政收入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吧 然后很多的乘头债 在11月12月份以后 又融资又不畅 所以说乘头债 可能在2023年 真正会面临关键的考验 所以说2023年乘头债 肯定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风险的来源 人币存款创新高 有没有可能被激发出来 债入楼市再来一波 都说居民购买力不行了 可是银行存款金额有创新高 会不会有矛盾 银行的存款 它是贷款创生的 就M2它就是贷款创造存款 存款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 大部分人其实是没钱的 有钱的是极少部分人 或者极少部分的一些机构 一些企业 所以说分布很不均衡 你想把这么多 看着存款好像很高 想把它都掉到股市里面 那没那么容易 分布很不均衡 请蒙面老师 A股元旦后逼空上涨 跟美元支出走向相反 目前多数机构看好 A股结后行情 是否预示着美国经济会软着陆 美元指出还就会继续贬值 你不能反过来 你不能用A股的这种向上逼空上涨 然后反过来去印证美国那边经济 是软着陆 这个逻辑不是这样的 这个逻辑有问题 它是大的环境 还是看美国这个是美国经济的火车头 对吧 美国的货币政策也是领头羊 你大的环境 你还是要看美国 欧洲 就是大的全球 这个外围的环境 A股当然虽然占比也不低 在全球经济的份额里面 但是这个逻辑有点反了 还是全球市场 尤其是美股市场 它会影响全球股市 所以A股的元旦后的逼空上涨 我觉得有国家意志层面的因素 有这种政策面的因素 和国家意志方面的因素 也有大的环境下 这个美然指数在低位 还有全球市场都在反弹 它那个大环境的一个背景因素下 产生了展开的 至于能持续多久 我觉得它会跟外围的走向 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和变化 如果外围很快的 真的进入深入衰退 包括美股选择方向了 出现暴跌 那A股的话 在截后 可能转头的这种概率也会很高 或者至少这种风险 你不得不防 要考虑得到 对吧 A股它是不会完全独立于全球市场的 它一定会受全球市场的这种影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感激着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